如果你本身都是用Sony的相機 又或者是剛剛入手了Sony最新推出的A6700 或者是A7C Mark II、HSC R 等等 可能你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想拍片的時候 你看到它Menu裡面那幾個不同的格式 就是那個XAVC HS、XAVC S、XAVC SI那幾個 如果你不太知道要選擇誰才好 又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幾個是選擇什麼 那你自我看完我今天這段影片 你就會清楚明白了它們代表什麼 以及誰才是最適合你自己去試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熱愛科技的MOSC MAD 歡迎收看我們頻道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的科技 和當面上的MOS影片 和我10點3點1個別的 還記得是熱愛科技是10點1個別的 不要忘記上去任何一碟給大家 我給你3點3點2點1 OK 其實這個XAVC就是Sony其中一個 影像壓縮格式的技術來的 而這個技術再細分了XAVC HS、XAVC S和XAVC SI 這三種不同的編碼格式 首先我們就來講一下最上面的這個XAVC HS 這個XAVC HS 它就是使用了現在比較新的HEVC 又或者叫做H.265的這種編碼 這種編碼的方法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影片的檔案體積 會比起另外兩種 就是XAVC S和XAVC SI 對比它們的體積會小很多 即是代表著 你可以用同一張容量的SD卡 去拍到時間更加長的影片 都沒有那麼容易去爆這個Memory 但它當然都有它的缺點 就是當你需要去播放 或者後期去Edit影片的時候 它對於你電腦的性能 相對來講都會有幾乎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是用Apple 最新推出的MacBook的話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它們基本上很多 都有針對H.EVC的解碼 去做一些優快 但如果你是用很久以前的電腦 你就真的要認真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拍這個XAVC HS的格式 又或者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去升級你的電腦 OK 第二個XAVC S的格式 它就是我自己目前比較常用的格式 因為它是這三種編碼格式裡面 在體積和後期處理壓力 這兩者之間 相對來說 除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編碼格式 它就是用比較普遍的H.264的編碼 而同時它都創了 比較省位的正間編碼 這個Intercoding 所以它拍出來的影片 它的大小相對比較適中 不會太大 但同時對於你後期 電腦的處理效能上 都不會有太大的要求 我正在想什麼 你是想問什麼叫做正間編碼 我先在這裡很簡單的解釋一下 正間編碼的意思 大概就是 當這部相機拍片的時候 它不會記錄下每一格的畫面 而是會區分出 關鍵影格和一些不重要的影格 然後再記錄下 那些不重要影格裡面的 物體移動軌跡 然後當你在電腦播放的時候 它就會重新去Decode 解碼運算回 中間的影格出來的 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連續的畫面 我知道你可能聽完都不太明白了 不要緊 那如果你上網很詳細 很詳細去講解一下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可以之後再拍一段影片 去詳細解釋一下 好 而最後的這個XAVC S I 它基本上跟XAVC S 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它都是用了H.264的編碼格式 它們唯一一個比較大的分別 就是這個XAVC S I 它不是用剛才所說的 證間編碼去做紀錄的 而是用了這個 證內編碼 intracoding 去做紀錄的 那證內編碼大概的意思就是 當你沒有相機拍片的時候 它是會完全把全部 每一格的畫面都記錄下來 而不會像剛才所謂的 證間編碼這樣 去偷工減料 只是記錄下一些有變化的部分 所以它的好處 就是當你後期去播放一條影片的時候 它對你的電腦就完全沒什麼壓力了 而且當你要做一些後期的Edit 的時候都會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但同時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影片體積會非常非常之大 而且由於它實時 需要處理的資料實在太多了 所以它對於你拍攝的記憶卡 它的速度都會要求比較高 例如我這部A6700 如果你要用來拍XAVC-S 或者XAVZ-HS的話 我只需要用一張V30 或者V60的SD卡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想拍XAVC-SI的時候 我就需要一張V90的卡 才可以拍到 而最後4K到HD的分別 相信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4K一定會清過HD 即是1080P 所以當然4K的檔案大小 都一定會大過HD 所以這個就看大家 自己想拍到多清 我自己目前個人來說 現在所有的影片 都是在拍4K的 因為當你拍過看過4K的清晰度之後 真的很難再downgrade下去 去看1080P所謂的高清畫質 好 相信現在你應該都大約會知道 哪一個編碼格式會比較適合你自己去試用 或者我再選擇去總結一下 讓你去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最小最小的檔案 影片檔案size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XAVC-HS的4K 只要準備一部有上下速度的電腦去播放 或者後期做edit 如果你不太計劃檔案的大小 如果你想要最好最好的畫質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XAVC-Si的4K 或者HD 而如果你兩樣都想要 我想要取得一個比較好的balance 好像我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中間的XAVC-S的4K 或者HD 這樣對你的SD卡的容量 以及你電腦的性能 都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處理的option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看完後你覺得是學到少少少東西 又或者是對你有少少少幫助的話 記得記得要幫我like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要看的topic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會看看會不會拍影片 給大家看的OK 那我就是一個疑惑科技的MOSSI MAD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Peace 4K 4K